去到第四節向左翁的節目時間 在第三節最後其實都有一個在網絡世界裏面的一個發言 就是說固然很多網民對於一些社會時事很關心 甚至是最近巴士司機的罷工 他們都有一些他們自己的體財 但是其實有部份的意見就認為 就是說這班巴士司機罷工 但是巴士司機本身沒有積極參與 其實是應該指責這些司機可能是浪躍 指責這些不參與的司機 是不積極去到關心自己的權益等等 甚至這些網民會提出這種看法就是 就是與其然等於這個公運去到繼續凋零 倒不如就加入一些年輕人 或者甚至一些激進思想的年輕人 去到工會裏面令到這些工會運動能夠復興 甚至是令到這些巴士司機能夠受到這些激進年輕人的影響 能夠再延起對參與工運 或者反抗這個不公不義的熱情 實際上不是他們所說 就是說多了年輕人參加 或者多了一些激進人士參加 是令到工運 或者令到巴士司機的整個抗爭行動可以有所改變 工會其實是一個最簡單的組織 即使工會的功能或者職能也好 就是說它是盡量將工人組織起來 當然有很多種不同的工會 有些是行業性工會 有些是跨行業工會 有些是所謂的車間工會 即是有間公司的工會都有的 這是不一而足的 香港一般來說 就比較少是車間工會 不會說某一間廠有一個國安廠的工會很少的 當然由此就原變了一個總工會 例如工盟和工聯會 就屬於很多工會 在不同行業和公司裏面做工會 當然它是九霸那麼大的公司 它會有獨立的工會 獨立的或者九霸的工會 這個就是車間工會 其實工人工會的意識是什麼呢 列寧說過就是 每天每日都發生的 在普通工人的頭號裡面 它是不自覺地反對資本主義 自覺地支持資本主義 原因是怎樣呢 工會作為一個團體 它的職能就是保障工人最起碼的利益 不論在待遇、工作環境、住多方面 即是說我付出了勞動力之後 我付出了勞動力 賣了這個勞動力作為商品 我應該拿回什麼補助 不單是說拿一些現金回家 例如做幾個小時 工業的安全 退後保障 全部包含了 這些工會 它只有水準的就是 我做一日工人 就應該拿我認為公道的工資 這些工會運動 其實它沒有反對過資本主 它是反對資本主的過分剝削 當然任何事情都會隨著時勢 隨著社會發展 走不同的路 有時工會運動 就像團結工會一樣 因為它在波蘭裏面 唯有一個可以公開 或者波共承認的工會組織 當然它後來變成社會運動 最後演變成政治運動 如果在波蘭共統治的時候領導過全國人抗爭 波蘭共到台後也當選過華里莎當總統 後來又因為行右傾的政策被人趕到台 所以工會沒有什麼 你可以說它是必須 工會相對於商會來說 一定是要支持 工會相對於資方來說 一定要支持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又這樣看 一般加入工會的人 其實他只存了這個意識 就是最好工會能夠代表我 我可以改善我的待遇 我可以改善我的工作環境 就是這麼多 所以香港現在工會的會員人數低 參與率低 其實反映了香港工人意識 非常落後 連一個最基本的工會意識都沒有 你說叫年輕人去講 我覺得我沒有反對 但是這些年輕人很快就會窒息了 第二他亦都會很失望 在工人群眾裏面 不要說工會運動 工人群眾裏面 那些意識比較低落 就算進入工會裏面 其實意識就是 我做一日功夫 還有一日公平的工廠 沒有其他意識 當然你可以由 工會的範圍很大 可以是革命者去參加 他將工會作為一個 進行革命其中一個工具 因為那裏充滿了工人 如果工人明白到他自己自身的社會地位 是應該改善他本身 不僅是要拿多一些報酬 而實際上管理這個社會 這也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在網上的人說 巴斯基不夠義氣 不搞 其實未必是錯 但怎樣搞呢 如果不去到那裏 怎樣搞呢 我們看聖經 耶穌 以身傳教 就是他十二門徒 然後他不停地跟群眾發生關係 釋迦牟尼也是這樣 行走四方 武漢物得惡 他也是混由四方 不過他拿著把劍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香港工會受盡打壓 作為一個社會的團體 第一 他沒有集體談判權 第二 參加工會 在香港參加工會 其實不享有 因為參加工會活動 而被蒙美理解僱 之方是要補償 沒有這個歧視工會 禁止歧視工會法 也沒有不公平解僱法 所以你搞一個工會 前個星期五 我去探班 我去九巴門口探班 因為他們有部份司機在門口 要見九巴代表提出的訴求 我見到一位以前九巴職工會 即公民的附屬工會 其中一位堅叔 梁國堅 看見他瘦了很多 他都想起 二十二年前 二十二年前 從長毛來支持我 所以你說 香港的政團 政黨 其實他是想洗手不幹 不要表態 因為他太霸 是得罪那些有錢人 和中產階級 在這點上面 工會運動的整體考察 是非常重要 以及重建 是非常重要 我覺得 這裏其實 剛才長毛都達出一點很重要 就是 當然 可能網民本身 對那些 巴士司機本身 巨人參與 這一種 是否一種懦弱的行為 或者一種不私塵 都有一些 其實 值得 追究的地方 當然 相對 都看回 在不同行業裏面 不同工會 剛才提過 就是巴士在這間工具 他們本身 有很大程度上 就是 司機本身對於 那個 公運意識可能不高 或者可能 他只是覺得 希望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又或者如果 拿到一個最低水平的 那個穩定 他已經接受的話 而他們傾向於 不積極參與 公會活動的話 這個都可能 是現在 就是 某些交通工具 他們工人的意識 不是 這個 你可以看到的 政治 一個這麼大的 政治的抗爭 就是說 五區公投運動 失敗 後來就是這樣 群眾對自己 沒有信心 看不到自己的力量 很猶豫 很取喪 保守的群眾 覺得 今次 心都涼了 你五區公投 就不行 等於現在很多 保守的人 都說 我叫你不要搞 你這麼自私 沒有人支持你 這個 所謂 這個 溝通磨邪論 大家為香港創造繁榮 不要太計較 窮人 或者弱勢社群 不要計較 最重要是努力 這些 這樣的論調 其實是 不停地影響香港人 香港人 那個使館文化 和買品文化 其實是 對於組織公運 或者搞公會運動 比較難 或者這一節討論到這裡 下一節再見 再趕緊